民众回五国旗塞报马尼拉街头 菲律宾总统大选 站在周一投票 前总统之子小马可氏 对上现任副总统罗贝多 双方在选前之夜 最后冲刺 小马可氏高举胜利首饰 立刻引爆欢呼 因为根据最新民调 不管是亚洲卖动还是WRN 小马可氏目前都领先罗贝多 超过30个百分点 唯独菲律宾参议院做出了民调 却预估罗贝多领先 专家分析小马可氏有独裁者父亲 老马可氏的果断强硬 被视为是杜特地的接班人 只是家族贪污历史 很可能成为两面证 一种片粉红浪潮 罗贝多的支持者 涌入菲律宾金融重镇马卡蒂 其实在2016年的副总统投票 小马可氏也是选前民调显胜 没想到罗贝多却上演逆转胜 只是疫情下投票 防疫不敢马虎 菲律宾这所学校 每件教室一次只放10人投票 还设紧急隔离室 菲律宾媒体预估 今年的投票率将超过八成 初步计票结果最快周二就能揭晓 TVBS新闻 中文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